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座古村落呢 听说这几年也在发展这个乡村旅游 就用了一年的时间 他们这里的游客量 单日最高纪录达到了三万人次 那么呢 也有很多网友评论这里说是油茶缩子吧 古道新农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一起去看看 刹山村坐落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复川瑶族自治县境内 是一个距今已有六百年历史的瑶族古村落 两千多年前秦始皇修建的萧赫古道川村而过 刹山村作为从中原进入岭南的第一个入口 被称为萧赫古道第一村 如今 凭借优美的自然环境 独特的历史文化 以及民族风情和特色美食 刹山村成为了一座网红村 每年吸引着大量游客前来游玩 大姐 大姐您好 这怎么会有一匹马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旅游项目 可以骑着马穿着我们的民族服装游销各古道 哦 是吗 穿民族服装骑马游古道 这对我来说真的太新奇好玩了 不过大姐告诉我呀 这好玩的背后可是有典故的 是什么 先卖个关子 路上再慢慢告诉我 要不看一下这款吧 我觉得这里人挺搭配的 是吗 我觉得这一套很别致啊 很漂亮 民族服装 我看不错 要不你去试一下啊 好 那我们就去试试吧 走 怎么样 好看吧 挺漂亮的 挺像我们瑶族女孩一样 那我现在可以骚马了吗 可以 可以 3 2 1 加油 好 我居然坐上去了 很棒 这感觉特别棒 我们去游一圈古道了 好的 它能跑吗 能 驾 萧鹤古道 第一村 我们马上要进村了 好漂亮啊 这里面太古朴了 一进入村子 我就被古香古色的建筑所吸引 飞檐翘角雕花窗栏 油亮亮的青石板 墙上挂着的农作物 还有墙角绿油油的青苔 无一不再诉说着古村的历史 杨大姐告诉我 我们现在脚下踩的青石板就是萧鹤古道 是当年秦始皇为了统领岭南地区 在岭南古道的基础上 修建一条自秦国都咸阳至广州 并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秦代新道 两千多年来 萧鹤古道逐渐转变为商贸往来的通道 成为香跪两省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道路 刚刚我看到村头有萧鹤古道第一村是什么意思呀 第一村是福南跟广仙交界的第一个村 所以我们这里叫陆柜第一村 斑驳的墙上还写着长盛元吉 这些都是当年经商的店铺保留下来的 骑着马走在古道上 看着现在林立的店铺 我仿佛能听到千年萧鹤古道上传来的马蹄声 一派繁荣的景象悦然眼前 不过到现在 我还没有弄清楚 穿民族服装骑马有古道的真正用意 现在给你骑着马上体验一下 以前我们古代的人专门骑着马运货 都是从萧鹤古道到湖南这边 到这里我才明白 骑着马是为了感受当年萧鹤古道上 瑶族马帮的历史 古代在陵南地区因为山路难行 马队就成为了运输货物的主要交通工具 也叫马帮 当年刹山村作为驿站 马帮和商队大多要在这里饮食住宿 美女 我们的体验结束了 结束了 对 那大姐 我好想穿这套衣服在这边再玩一下 最晚今天晚上还给我 好 谢谢大姐 杨大姐告诉我 刹山村是2016年才开始发展乡村旅游的 用了仅仅一年多的时间 就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漫步在这心旷神怡的古村中顿感轻松 没有了重重压力 也没有了日常琐事 没有城市的喧闹声 也没有车水马龙 村子好似一幅画 一幅会动的写意 美得让人留恋 惬意的生活让人向往 油茶缩子吧 古道新农家 原来古道指的就是这条萧鹤古道 那油茶缩子吧指的又是什么呢 走 我们一起去看看 好香啊 这儿 美女 喝油茶的缩子吧 这里有油茶缩子吧 是吗 是啊 我现在闻到了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这是什么呀 这是油茶的味道 这个就是油茶的味道 我看里面这个大哥他在干什么呢 他在打油茶 要打油茶 我能进去看看吗 能 来进来看一下 大哥 你好 您这个打油茶这锅里面是什么呀 姜 蒜跟茶叶 这里面就有茶叶 姜和蒜 我说怎么这个味道 特殊中又带有一丝香味呢 茶叶里面放姜和蒜 会是什么奇怪的味道呢 真想现在就尝尝 这个是专门用来打油茶的这个工具 我能试试吗 可以啊 它这个里面之前是已经是放了油炒它吗 还是 我们是放油跟蒜 姜一起炒香 然后再放茶叶进去 把它翻炒炒出 香味来我再炒 杨大哥告诉我 瑶族人过去大多住在山上 湿气比较重 所以在油茶中加入姜蒜 又来除湿欲寒 这边平时每天都要喝油茶吗 一天三餐都要喝 一天三餐都要喝 小一要喝 那一般要打多长时间 一般要打十多分钟 打得越久味道就越浓 它这个是需要掌握一个什么力度吗 或者是还是要怎么打它 力度肯定要要一点 那只要把它敲碎就好了 我这样可以吗 这个力度还是不行的 还是不行啊 太浅了 那如果持续打的话 这个锅不会敲碎吗 不会 我们这个是比较厚的 定做的锅 打油茶的工具很讲究 玄铁打的茶锅 老树削的木锤 春竹编的茶篓 打油茶对技术也颇为讲究 原料的精选 火厚的拿捏 精准的锤压 佐料的配比 虽然打油茶的工序很繁琐 但是慢工出细活 只有经过精雕细琢 才能碎出味 油茶如此 生活亦如此 岔山人深暗其道 冲一下水 就煮一下就可以喝了 开水来了 好 就直接倒进去吧 对 倒进去煮一下就可以了 这种扑鼻的香味就出来了 融合的香味更香了 在等待油茶煮熟的空隙 杨大哥开始给我准备制作梭子吧 梭子吧也是瑶族的特色美食 并且随着季节更替 梭子吧的味道也会发生变化 这可真是吊足了我的胃口 食物的味道怎么可能随季节变化呢 为了解开我心中的谜团 杨大哥决定带我去采摘 制作梭子吧的原材料 这个是我今天的小猪肉 是杨大哥专门为我准备的一花 我们就要去采艾叶 杨大哥等等我 杨大哥 我看您年纪比我大不了几岁 您是一直在咱们这个村工作吗 不是啊 之前我在深圳打工的 后面听说家里面搞旅游开发 然后跟老婆商量一下就回来了 回来开个小店 现在生意挺好的 是吧 比三冠病打工强很多 现在小孩老人都能照顾得到 这个事情很幸福 是的 村民们在销贿古道两旁 开了很多美食店 因为叉山美食的口碑比较好 再加上古道古村的历史和优美的环境 让很多游客慕名而来 叉山村每年接待游客 超过四十至六十多万人次 看到商机 村里的很多年轻人都回来创业了 很多人都盖上了新房 开上了新车 真正的是通过乡村旅游 带动了整个村子之父 门应该快到了吧 到了 这里边都是 这里全都是啊 那哪个是爱业啊 这就是我们这里的爱业了 闻一下 它有一种那种独特的这种清香 有点像那种薄荷叶 但又不像薄荷叶那么凉 是的 这个就是我们用来做梭子巴的原材料之一 梭子巴一混合的话 它会有一种独特的清香味 所以说我们就是用这种爱业来做梭子巴的 不是 我们还有很多食材 还有很多 对 还有季节的不同 我们会有很多芋头啊 紫薯啊 南瓜 都可以做成不一样的梭子巴吧 所以说我在不同的季节来就能够吃到不同的这种农作物做的梭子巴 对 原来梭子巴口味多变的秘诀是因为原材料在变化 那我们现在可以采摘了吧 可以了 来 掐这个尖尖上的是吧 对对对 以前 叉山村民就是靠天吃饭挣不了多少钱 现在情况就不一样了 每天早起到地里采摘食材 回去后制作成各种美食卖给游客 这样既保证了游客们能够吃到新鲜的美食 又能把种植的农作物直接销售出去 大大的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看这新鲜采摘的艾叶 让我更想早点吃上梭子巴了 司机不走了 我们回去做梭子巴给你吃 好的好的 走了 将采回来的艾叶榨汁 放入糯米粉中混合煮熟 再将煮熟后的糯米粉反复锤打 这样梭子巴巴的皮就做好了 哇 梭子巴来了吗 是的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采回来的艾叶做的 那这个是什么做的 这是南瓜做的 为什么要做三种颜色呢 因为我们这里有三个性 杨式 梦式 和式 然后这三个性 三种颜色 也是代表了我们这三个性的和鞋与团结 我做一个给你尝一下 好呀 先拧成一团 对 拧成一团 然后再做 我把这些成一个薄皮 这个我刚刚闻了一下 好像是花生碎 花生芝麻 黄豆糖一起混合的 所以这个是甜口 是的 原来梭子巴的馅料都是提前炒熟的 这样用煮熟锤打后的皮包起来 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梭子巴巴就做好了 是的 我觉得这个形状很奇特 为什么是这样的形状 因为我们这里是瑶族 母亲用这种来制作衣服的 这种梭子 像我们穿的这种衣服 神圣穿的这些都是用那个来做的 把梭子巴做成以前慈母之一用的梭子的样子 就是为了感恩和思念母亲 是刹山村的一种文化传承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梭子巴 承载着刹山人这么多的故事 母爱的歌颂 灵力的团结 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 这个村子淳朴的民风 那我现在能制作一个吗 可以啊 那我就做这个黄颜色的吧 好的 刚刚我看您是捏出来 捏一个团出来 捏一个团 你看 我来挤出来 挤一下 它就会出现一个团 刚刚 我也像您一样 给它这样子 刹山众多特色美食中 梭子巴是销量最好的一个 去年春节七天假期 全村一共卖出了六万多个梭子巴 杨大哥销售最高一天 也卖出了两千多个 收入相当的丰厚 想到马上就要喝上油茶 吃上梭子巴 我心里充满了期待 你看我做的第一个梭子巴吧 就完成了 杨大哥您看怎么样 做得非常好 还行吧 这个口感太特殊了 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它有一种微生 偏苦的一点点的这种味道 一口苦二口回甘 三口暖胃暖心 一碗油茶 阐述刹山人处世代有之道 就像这一碗油茶一样 苦尽甘来之味 便是刹山人对生活最淡然的态度 那我现在呢 再来尝一尝咱们这个梭子巴 那我先尝一个这个 我今天刚采摘过来 这个爱叶做的梭子巴 就这个 好像这个是甜口的 这是可能年轻朋友会想到 雪莉慈或者糯米糍 其实这个跟糯米糍 雪莉慈稍微有点类似 口感也非常相似 你在吃下去第一口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个爱叶的香味 跟糯米的香味混合在一起的 非常非常的Q弹 软糯 口感真的太棒太棒了 我太喜欢吃这个了 品尝梭子巴 我深深地被它的味道所折服 但是对于刹山人来说 吃的不只是它的味道 更多的是一份思念 一份寄托 时至正午 刹山村的食客渐渐多了起来 我也趁着这股热闹劲 去买了几份小吃 大姐您好 你这臭豆腐怎么卖呀 快请一份 给我来一份 谢谢 香喷喷的臭豆腐 这里有一家米豆腐 提会着刹山瑶族店家的热情好客 感受着瑶乡人淳朴的风土人情 我终于知道了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慕名前来这个小山村 哇 这里好漂亮 好多油脂散呢 好 谢谢 我点凉粉还能送腐竹啊 谢谢 谢谢大姐 好吃好吃 很劲道 这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腐竹 淡淡的豆香味 吃起来还有一点点甜 店家大姐告诉我 送的腐竹是村里制作的 刹山村的腐竹在这片地区很是出名 为了探寻腐竹好吃的秘密 我决定到腐竹场去寻找答案 眼前这腐竹跟我们平常吃的 没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吃起来却那么好吃呢 师傅 刚刚我在咱们这个村里 吃过一个腐竹 特别的好吃 是您这样的吗 是啊 我的腐竹肯定好吃 我的采用是本地方农户种出的芒豆 清香 我制作方法是山泉水 还用山泉水 都是自己饮用的山泉水 看着谢师傅自豪的表情 终于明白了刹山腐竹好吃的原因 但我相信这好吃的原因 不光是原材料的品质 更多的应该是刹山人的真诚与淳朴 师傅 我看您这个加工厂 是您自己的吗 不是 我这个厂呢 是这个村民22副组成的 一起共同投资 你看我们这方面的阿姨 这些股东 这都是股东 对 对 对 都有工作 那股东也在这边工作 对 对 对 还能领工资是不是 对 全店还有分红 这腐竹是怎么做成的呢 怎么就成为这种一条一条的了 腐竹是黄豆做的 将黄豆浸泡后打成豆浆 煮开后放到容器里静置 当豆浆溢到冷空气 表面就会形成一层薄薄的膜 等到膜形成一定厚度的时候 就可以取出来晾干 晾干以后的膜就成了腐竹 师傅 您是一直在这工作吗 不是 我刚刚回来两个多月 我以前也是做任辅助的 我在外地也是做辅助的 那您是做辅助的老师傅 做多少年呀 我做了一二十年了 那时间挺长的 我现在回来这个旅游区 这个擦船是旅游 乡村旅游嘛 我看中这个地方 我们自己家乡 我就回来把技术带回来这里 大家为了方便有点工作嘛 有点收入嘛 那大家的这个效益 是不是比以前大大得到了提升啊 肯定了 这个品质比外面打工的强一点 家里面老人也能看啊 是 这个是最关键的 对对对 效益好了 还能回来照顾家人 谢师傅告诉我 现在厂子平均一天 能生产一千多斤腐竹 需要大豆一千五百多斤 因为品质好 经常供不应求 大豆也都是高于市场价 从农户手里收来的 所以腐竹厂 不光带动工人致富 还提高了村里种植户的收入 现在 叉山村 有好几个腐竹加工厂 腐竹已经成为 叉山美食的标志之一 也成为 叉山的支柱产业之一 在机器化的时代 叉山人还保留着 这种传统手工劳作 这一条条通过勤劳的双手 做出来的腐竹 不正是叉山人 红火的日子的见证吗 哇 这个闻起来好香啊 师傅 这个可以马上吃的 这现在就能吃啊 那我能尝尝吗 可以 可以 这个也可以 这个吗 整条整条的可以吃的 整条吃啊 对 我先撕一点下来吧 好不好 我刚刚在撕的时候 就发现 这个腐竹特别的弹 我撕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 筋道的感觉 对 好 现在你看 很光泽 然后尝一下啊 非常非常的弹牙 超级好吃 我都没有蘸任何的蘸料 就直接吃 就能够感觉到这种腐竹 它自带的一种香气 很棒 很棒 谢师傅的腐竹 在小镇里供不应求 不过有个商户 谢师傅不管多忙 货源多紧张 都要亲自送货上门 见我对这个神秘的商户 充满好奇 谢师傅决定带我一起去看看 我们是个谁送啊 明天老奶奶送货 这位吗 老奶奶 赶紧送货了 老奶奶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99岁 99岁啊 哇 您高瘦啊 高瘦啊 您一个人在这儿吗 您好 您好 我没有 我看这个老奶奶 一个人坐着 我过来看一看 通过孟大哥 我了解到 茶山村是远近文明的长寿村 村里长寿老人有很多 身体都很健康 随着古道经济的发展 这些老人们闲不住 就在自家门口卖卖商货 以前老奶奶就住在这里 后来挣了钱 在新村修了新房 古村的这个老房子 就成了每天上班卖货的地方 像老奶奶这样 古村振钱新村住的生活方式 只是200多户 茶山村人的缩影 想要感受整个茶山村人的新生活 有一个地方 非去不可 你去过管理咱吗 我没去过 后山的站道很漂亮 要不我带你去看一下 那行啊 走吧 走吧 后山站道上 山明水秀 鸟语花香 幽静的田园风光 让人神往 哇 整个村子尽收眼底 你知道茶山村的村名 是怎样来的吗 这个真不知道 还有个美丽的村村 就是天降一时 山开两叉 因此我们茶山村 就有这个的等名 天降一时 山开两叉 哇 我看是不是那座大山呀 对 就是那边那座大山 是吧 真的好像是 真的从中间劈开了一样 哎 大哥 我知道您住哪了 你看这一片 是不是刚刚走过的 那个古村 古街 然后那一片新盖的房子 是不是应该就是您住的地儿 哇 我就住那边 在这个老街公住 哇 您真的太幸福了 您知道吗 我们有时候上班 坐地铁得一到两个小时 感到很幸福 这样就进来上班 是啊 你们真心睁眼 走几步 上班了 还能挣钱 村里为了保护古道 古村 在村庄的外围修建了新的住宅 修缮古村中的老房子 用来开设特色美食店 这样既保护了古村中的建筑 不被荒废 又使瑶族的传统文化习俗 得到了很好的传扬与发扬 同时依靠着古建筑和特色传统文化 吸引来大量游客 发展旅游经济使村民致富 勤劳质朴的叉山村民们 在保护和传扬传统文化的同时 走上了乡村振兴的道路 叉山村是一座既古老又年轻的村落 这里有两千多年的销贺古道 这几年也通过乡村旅游 让这里重新焕发了生机 这不仅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也是来自叉山村人民辛勤劳作的结果 当你走近它的时候 你会被遥乡人民的热情和质朴 所深深地打动 当然了 还有这里的油茶酥子吧 也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来这里的朋友们 不妨去品尝一下 好了 下次我们又会遇到哪些美丽乡村呢 敬请期待